5、7、3、5、8、1、3 然后这个没有变的 那个帅哥可以帮我换一下 现在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讲 今天是什么节 圣灵降灵节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节 就是圣灵降灵节 在以色列的他们的整个族群里面 他们有很重要的三个节期 今天是5月的第几个礼拜 5月的第2个礼拜是母亲节 那这个礼拜是第3个礼拜 所以第3个礼拜就是圣灵降灵节 圣灵降灵节 圣灵降灵节还有另外一种算法 它就是在复活节的第7个礼拜之后 所以我们今年的波节是3月27号 那算算算算算这个礼拜是五旬节 以色列人他们有很重要的三个节系 就是上面这个蓝色的 第1个是什么 余悦节 第2个是七七节也是五旬节 第3个是祝宏节 那余悦节 这个余悦节就是感谢神的救恩 因为神救了所有的人 救了他们的长子 那在七七节 七七节是什么意思 七七节就是从余悦节开始往后的隔一天 开始算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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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到这天刚好49天就是五旬节 所以他就称为七七节 那为什么会说五旬节 因为如果从余悦节开始算算算算算算算 就是第50天 所以呢 如果人家跟你说五旬节 又跟你七七节 他们是不是同一节 是他们是同节 那五旬节的意思是什么 五旬节呢 他其实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收割 他为什么会收割 因为他是那时候小麦收割结束的时候 所以他们也有一种就是跟神说 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啊 给我们这么多这么好的农作物 所以他也有收割节的意思 那再来五旬节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50天 那圣灵降临节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第三个就是祝蓬节 祝蓬节也是一个感恩 那他里面其实是从七月一直他有这三个节日在那里面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圣灵这个东西是 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 你摸得到他吗 如果你愿意你就摸得到他 但是如果你的心很坚定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原本的我 那你要触摸到圣灵 就会比较困难 圣灵是一个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你可以随时触摸到他 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认识 圣灵 就是在透过五旬节的这个时期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灵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有被圣灵充满的纪念吗 还是你觉得圣灵是一个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没关系 如果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他 好圣灵在圣灵里面 其实他有很多形容词 他像什么 像火 像雨 像水 高有鸽子印记 其实在圣经里面形容 圣灵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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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要透过几个圣灵的面相 一起来认识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神的灵 圣经记载 人跟动物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 耶和华用地上给成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 是因为神在造我们的时候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吹了一口气 这个灵本来跟神的连结是一个非常亲密 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 但是当人想要自己掌权的时候 你跟神的关系就断了一半 跟神的关系就断了一半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跟动物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那你会问说 我们跟神的关系断了怎么办 如果今天我因为觉得很多东西比较吸引我 我不想要来教会 或者是我不想要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但是有一天你突然想要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神提醒我们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从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狄格迪姆他是一个很渴望上帝国的人 所以他就抛头跑来问耶稣 我怎样才能有那个上帝国在我的心里面 耶稣跟他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从生 这时候狄格迪姆跟我问的问题就一样了 奇怪我们就已经生出来了 怎么还能再从生呢 耶稣说你们要受什么 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 如果我们没有过重生的生活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时常会跟保罗讲的一句话一样 我们一起来念 历世 是爱你我的我 是行出来我的我的我 你有没有常常这样宣布 我明明就知道爱他是对的啊 可是我只要看到他的脸 跟想起他为我做的事情 我就爱不下去 可是今天如果是耶稣基督 他一定爱得下去 他一定爱得下去 当我们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很多东西进来到你这边 你会变成一个问号 我应该这样做吗 好吧算了我应该做不到 叫我去服事啊那我应该不可能 你有没有想说神的灵在你里面 你有从他来的大能大力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 当我们有神的灵跟我们的关系 很深的连结的时候你会说立志行善由得我 连行出来也怎么样由得我 因为我们知道神想要的是什么样的 是我们透过我们自己去荣耀神 今天我们要说灵是什么 在你生命中有没有灵 有没有神的圣灵在你里面 基督徒有受洗完这叫圣灵的洗礼 那一种是圣灵的充满 这两种的差别在哪里 这两种的差别在第一种这个圣灵的洗礼 他是怎样在长老教会里面只有一次 就是我们只有受洗只有一次 那叫做圣灵的洗礼 那第二种呢叫做圣灵的充满 那就是你的生命里面要有圣灵充满在里面 你就会有喜乐有爱有平安 你会有感谢你会有赞美 那个是一个持续的 圣灵的洗礼虽然只有一次 但是圣灵的充满是持续的 请问你的车没有油的时候怎么办 加进去 你的车没有油就加进去 今天你的生命如果没有圣灵怎么办 赶快再把它加满 回到神的爱里面 把这个油表加满 要不要钱 没 啊不过你要付出什么 时间 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快要没有油了 就回到神的里面 花时间跟神一起相处 你就会发现 在我的生命里面怎么是慢慢有改变的 好这个人呢是他在画画 在画画家的每个画家 他们都有不一样画画的天分 但是有的画家他画画是为了卖 有的画家画画是为了他自己 因为我很爱画画 所以我透过我的感情 我的生命跟我丰富的情感 我的爱把我的东西都画在里面 你觉得哪一种画画画出来会比较有感情 那幅画给你的感觉是真的是你想要的 你觉得你会买哪一种 一种是带着生命去画的 一种是反正我就是想赚你的钱 你会想买哪一种 第一种 赚你的钱 还是用生命去画 如果是我我要用生命去画的那一种 你才知道他在这幅画里面 他所要传达的是什么 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 同样今天神的灵充满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活出来的生命 你画出来的样子 就不太一样 因为是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 这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吉米卡特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 他写了几本书 蛮畅销的 那他是美国的总统 美国的总统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治理国家 对不对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 朱里尔维老师 这是主治学的老师 这是他说他从他爸爸身上接下来 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他还没有当美国总统之前 他从他爸爸手上接下来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当农夫 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普世教主治学 那他在教的时候呢 在这间教会 这间小教会 那间教会叫 马拉纳萨禁信会 禁信教会 他在这间教会里面服侍了很久 一直到现在 他还在这间教会里面 他已经91岁了 那你如果去他们教会的网路 他们的就是教会的网页 你就会发现 总统的照片就在他那边 那他就会写一个朱里尔的部分 这个总统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在当总统的时候 你猜他还在继续教 在教会普世吗 在 他在当总统 除非他有出访 除非他有很重要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去 不然他都一定在教会普世 他说 当我当总统的时候 别人都忘记我做过任何事情 那一切都没关系 可是人家一定要记得 我在教会普世 因为他把那件事情看为重要 在他的任内里面 有一次面临了一个 跟一个国家 我忘记那个国家是什么国家 有一点真实 那其实那时候 怎样动不动就用武力嘛 反正我们就是这个国家 我们就是强啊 我们我们有的东西是非常多 这个总统非常坚持 他只用耶稣的爱去跟他讲谈 所以他在谈的时候 他其实备受攻击 但是他到最后 他还是把手说 我绝对不要用武力 我要用神的爱跟和平 去谈所有一切的事情 我想如果他是我的总统 我会欣赏他 他之后第二次连任没有上 但是他还是一样 就是一直在降会普世 一直持续的普世 他说当他遇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回归到神的爱里面 你的人生有开心有欢喜 有很疯狂的时候 有很低落的时候 总统怎么办 他说他只有回到神的爱里面 我们相信在他的真命里面 他一定非常有智慧去代理所有的人 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只有单单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觉得有一段经文 在当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其实我想到 我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 或饱足或计刃或有余或缺乏 这都是从哪里来 从神而来 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怎么样 都能做 跟这个总统一样 你今天你的秘诀从哪里来 为什么别人看到你不一样 你的骗包在哪里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当你没有力气的时候 饥饿饱足的时候 或者是你非常痛苦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那沈德玲我觉得充满在这个总统身上 他后面 其实他后段的时期 他离癌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肺癌 那之后有转到脑部 所以他去照的时候有一些状况 他说他在服事离癌的这段期间 只要他的身体状况是OK的 他一样去教会服事 服事到后面他出来做一个见证 他的脑有消失 那我觉得在这里面神有很大奇妙的带领 跟他的医子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当我们有神的灵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你现在呼吸呼吸 都是神的灵在你生命中供供 你有没有把你生命的神 要给你的那个质分跟荣耀活出来 第二个圣灵像什么 风 风你看得到吗 你现在有觉得到风吗 人气的风 还是什么风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一定有经过风 约会的时候一定要去给风吹一下 好来这个呢 是香港的一个道风山 其实圣灵在整个圣经里面翻译有很多种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其中一个翻译就是风 所以在香港一个山他们就去名叫道风山 那里面全部都是基督教团体 跟基督教的机构大部分都在里面 那他们那里面有一间教堂很神奇 你去他是用一个中国风做的 其实我那时候刚去看的时候 我以为那是一间庙 可是不是那是一间 那是一个教堂 所以你也可以上网看一下他们的教堂的样子 风是一个让你觉得很舒服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去吹吹风吗 你们家通风好不好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今天你的房价好不好跟通风好不好 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在神跟你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 一个风是可以让你经历到神 我们知道风有什么特性 除了让你吹得很舒服 另一个特性就是今天经文讲的 风随着一直吹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他从哪里来 从哪里去 圣灵也是这样的 今天你经历圣灵 其实他忽然来到你这边 你也不知道只是你打开你的心房 让他进来 所以当你愿意的时候 他随时就可以临到你的身上 但是我们知道 他能不能把你体面不好的东西清除 是可以的 Discovery他曾经做过一个报道 他说我们人类有很多的病毒 当我们的空气没有扩散的时候 那个病毒就一直在那里面 神的创造真的很奇妙 你知道怎么把这些病毒吹走 透过每一次的大风 透过每那威力最强的是什么 台风 所以每一次台风之后 那一个地区的病毒数量 就会减少很多 透过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把一个最不好的东西带走 所以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你觉得是一个很不好的 圣灵一样会帮你把那一个东西带走 那你经历一个更新的生命 这个人是西西迦 他是旧约里面的一个王 那他面临到当时的军队 要来攻打他的时候 其实他很担心 所以他就跑去圣殿里面 跟神祈求说 怎么办我不行 你知道神怎么跟他说吗 他说我必惊动他的心 他要听见风声就回归本地 我必使他倒在刀下 这个亚述王一听到风的声音 就吓到 然后他全部的军队就没落了 所以今天神透过他的圣灵 在做很多事情 圣经形容说 那是一个风声 那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 以西结书有一个枯骨护火 就是成为大军队 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 被圣灵的风吹过的时候 我觉得以西结在这边说 一个枯骨的复火 其实是提醒我们 你枯干的生命 透过神的灵这样吹过去的时候 你就要得着更新 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更新的感觉 还是你觉得我好像依然还是我 那我觉得你真的要花时间 跟神更多的亲近 你就知道神要给你什么东西 司徒行传第二章二节 他说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是什么 好像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所以圣灵除了是一个灵以外 他还是一个风 盼望我们可以经历这个更新 第三个最后一个 圣灵煮什么 火 火 火有什么作用 煮好吃的 我老婆煮好吃的 开火就 然后煮完就 一个牛排上来了 火还有什么作用 一个灶灵 对不对 火还有什么作用 很冷的时候 好温暖 快走过去 今天神透过一个火引导以色列人 神透过一个火 让人家感觉到那个生命的热情 那个服侍的热情 你有没有圣灵的火在你的生命当中 神的火 圣灵在你的当中的时候 你知道你要怎么走 神的圣灵在你的当中的时候 你透过那个灵的服侍 可以去感动更多的人 这个人 非洲支部 他的名字叫做大卫里维斯顿 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为了非洲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在非洲里面研究了很多猩猩 很多生物 很多树 很多疾病 都是透过他在非洲服侍里面 研究出来 那他说 其实他在非洲的时候很辛苦 但他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因为他知道 不是靠武力 也不是靠他的才能 而是靠神的灵 他才会成功 他的身上有一个 狮子咬过的痕迹 为什么 因为他在服侍的时候 为了保护当地的人 所以被狮子咬杀 那他真的是用 他完全的尾身在那里面 不管多辛苦 他都一样在那里面 有一个酋长 他跟他传福音 他就说 传福音很辛苦 特别是在那个地方 那个酋长就跟他说 如果你这样传都不行 我告诉你 我还有一招 是怎么样 把他们的全部都架出来打 把他们一定会相信耶稣基督 这个非洲支部就跟他说 不用 我一定要用我的爱 来感动他 后来真的在非洲那里面 有很多很好的故事 带领很多人信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有没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 今天是圣灵降灵结 我相信其实不是一年 我们才去想 圣灵都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而是在每一天 每一个日子 我们都要跟神一同亲近 在他的爱里面 你会发现他带给你的东西 是超乎你所想跟你所求的 有一个问题问大家 这一个是 穆迪默斯问的一个问题 一个步道家 他说 如果我要把这个杯子里面的空气 挤出来的话 我可以怎么做 有人说用真空啊 用真空 可是他没有办法 在他完全不干 在东西的时候 把他吸着 用什么东西进去 嘿嘿用水 你们好聪明 用水 把水倒进去的时候 所有的空气 就一起出来 神今天的灵交换你的时候 人家里面不好的东西 所有你觉得苦毒的东西 所有你觉得怨恨的东西 所有你觉得我做不到的东西 当神的灵交换在你生命中的时候 你会得到改变 是超乎你所求 你所想 这两张照片是我在预备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 其实我觉得神的创造真的很神奇 透过很多不一样奇妙的景观 那我们去思想神的作为 这是一个夫妇他们开到一个 在美国同一天两个地方 这是日出这个是日落的时候 从同一天到不同地点 美国他们在开车 开车开到一半 这个夫妇看到 欸怎么有一道光 他们就下去照 结果发现啊 一个私价的应许 在他们的眼前 那这个是日出也是在夏威夷 我知道这个在夏威夷 这个地点我有点忘记 但是你可以上查 他其实都有资料 这个是在夏威夷 他是一个日出 拍摄这照片的人 他觉得这是一个天使的样子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愿我们更多的去体会 你生命中 神的圣灵在你身边中 怎么动工 我相信当我们更细心的去 经历神 你会发现神给你的祝福是很大的 我们今天要来唱两首歌 一首歌是降下你恩雨 一首歌是圣灵的江河 降下你恩雨 其实我本来马上圣灵的江河 但是我觉得 我们必须让神的恩雨交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的生命会得到改变 夏天到了 你有没有发现 太阳一直晒你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 那你只能靠一样东西 喝下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舒服一点 那个东西是什么 水 所有的饮料跟所有的东西 你要花钱买来的 对你来说都不一定是罪 神就为你淡淡预备那个 不用钱 最免费的 是罪恩典的东西 其实在上帝给自己的生命当中 很多很多都是这料鱼 只是我们没有去想 没有去看 也没有去观察 降下你恩雨 这首歌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 但是盼望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如果你不会唱 你可以用听的 如果你不会唱 你可以跟神说 愿你的恩雨 就像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 是一个很干涂 很辛苦 你觉得干到 你都觉得 你没有力气了 而且你觉得 或者找不到神 你跟神说 我渴望你的圣灵 来到我的生命当中 让我的生命得到改变 让我得什么意思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我渴望你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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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成为 圣天居住的命大人存在 是我心的路 我的路 愿神的灵感冲了我 你爱充满我 期待神灵再次触摸我 是我心不求 我的路 你再次带走我 你再次带走我 我爱充满我 期待神灵再次触摸我 是我心不求 我的路 我一起揀一额 来唱我先带走我 在心底 十二书天的命 转化出万方 十来送养 转化出万方 十二书天的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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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fait oxe saint 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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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意是神秘 万名都要感见 你的荣耀 祥祢 决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以赛亚书这样说 诗诗章三节 她说 因为我要将水浇灯猴河的人 将河浇灌感叹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 我要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 圆起了我们的圈 在你宝座前我一定要神的圈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们紧接拜 宣伟灯猴河 我们紧接拜 宣伟灯猴河 在你同在中 有满足与喜乐 神灵请拜 宣伟灯猴河 神灵请拜 宣伟灯猴河 我们紧接拜 宣伟灯猴河 在你同在中 有满足与喜乐 神灵请拜 宣伟灯猴河 神灵请拜 宣伟灯猴河 神灵请拜 宣伟灯猴河 神灵请拜 宣优灯猴河 在你 信拜 宣伟灯猴河 我们欢迎临 神 Contract 有满足 宣伟灯猴河 神灵的降劳宇完 我们要无尽 我们怀疑祢 圣灵 我们爱祢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要经历神的大能 在你的生命中 让你得遭改变 我相信今天你已经认识什么是圣灵 我们的心思常受一个很棒的示意 好像圣灵充满 就是我一定要 跟灵恩派的人一样 我一定要树方脸 我一定要大声的呼求 或者是我一定要倒在地上 然后痛苦流泌 No 神的充满是让你在无时无刻感到喜乐 感到平安 神的爱充满在你里面 你是让你如何去面对你现在的困境 跟你的困难 把你的重感交通给神 那是因为你知道神的灵在你里面 是祂能够掌权的 帮忙我们在今天里面 你真的能够自由敞开你的心 让神的爱运作在你的里面 在你宝座前 让神的爱运作在你的里面 在你宝座前 有一道神的水流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神明水流 我们军前来 宴庙伟的同名书 在你宝座中有满足的喜和 神明清明的自由 神明的江湖 自由擁有在這裡 在我的裡面 神明火水不停息 神明的江湖 自由擁有到無盡 我都懷疑你 神明的江湖很愛你 神明的江湖 自由擁有在這裡 在我的裡面 神明火水不停息 神明的江湖 自由擁有到無盡 我會很懷疑你 神明火 werden愛你 親愛的道下弟ospils 我們謝謝你 謝謝你將你的信石交捐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的生命真的孤干 更 série 竹林 要從他們那邊 领受生命的磨碎 让我们哭干的灵 让我们觉得全身疲惫的葡萄 全身疲惫的气肉 都要因着神的灵 使我们重新得了 所以说我们要 存一个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 健身神的狼妖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 彰显神那丰盛的生命 给更多的人知道 神那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功夫 主我们谢谢祢 让我们今天一起聚集在这边 领受祢的话语 为祢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养分 让我们健康的在祢的爱里面 我们在教会里面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往前跑 向着神的国度指导 直到我们回到神的怀抱里面 谢谢主耶稣 我们这样的祷告就是 我们也说基督神 对 阿们 请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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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